来了来了 兄弟们 海鸟来了 快跑快跑 别急啊 我们先吃一颗金蜜果 然后呢 来一个防火药水 天上的雷还在劈我啊 然后呢 我把金奎雷全部都放出来 这个海鸟的攻击力算是说很高啊 但是它的血量特别脆 应该是可以把它们干掉的 三个金奎雷围攻它 我们躲远一点 躲远一点 躲远一点 它的血量只有50滴啊 躲在这边 我们看戏 诶 没了吗 还不会吧 这就凉了 诶 水滴 兄弟们 这个暴率 我承认啊 调了暴率啊 但是这个水滴已经有了 好 我们终于有了一把最强大的武器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个应该伤害是很高的 来 打一下它啊 打一下金奎雷 来 诶 又剑 哦 又剑是有伤害的啊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击退效果 诶 还可以蓄力 哇 可以啊 兄弟们 诶 还可以连发 诶 这个速度很快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伤害有多少 它现在的血量是17.5 打了一下是12.5 5点伤害 诶 还可以啊 兄弟们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金钉回收一下啊 虽然说金奎雷帮我们干掉了海妖 但是这个金钉我们还是要回收的啊 来来来来来 哇 兄弟们 这个击退效果爱了爱了 只不过这个耐久有点不太够用啊 好了好了 兄弟们 所有的金钉全部都已经回收完毕了 我们回家啊 回家给这个水滴附一个监修补 再来一个耐久三 它的耐久应该就够用了 来 把东西存一下 我们回家 我的闪电苦力怕 这一次还没有派上用场啊 但是以后肯定是有机会的 我们走 哦 尸壳兄弟们 哎 第一次发现尸壳啊 在沙漠里边 等会儿等会儿 哎 那这苦力怕不就派上用场了吗 来来来 把苦力怕放下来啊 我们让苦力怕和围棋打尸壳 这个闪电苦力怕的话 我们现在先不急啊 把火药拿出来 它没写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回写啊 看一下旁边还有没有什么危险 没有危险的话 我们去干这个尸壳啊 兄弟们 来来来 我来了 哎 它在这边啊 我们离远一点用建设它啊 它应该是和苦力怕一样的 只要我们的距离把攻的够好啊 它就打不到我们 哎 这边来了个小尸壳 我们轻轻打它一下 去吧 苦力怕 啊 蹦 哇 兄弟们 飞好高呀 来 把这个变异尸壳给它干掉啊 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稀有掉落物 啊 离近一点啊 看起来它还是很呆的 哎呦 它是用沙子啊 兄弟们 来来来 干它 上呀 大哥 哎 我这闪电苦力怕为什么不上呀 来 我摸它一下啊 看 看它一刀 哎 它好像已经没了 哇 这么脆吗 哎 我的苦力怕去了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反胃的效果 哎 凭空出现了一个僵尸啊 上呀 苦力怕 你倒是上呀 大哥 干它 哇 后边好多小尸壳 噢 噢 哦 不行不行 兄弟们 这尸壳不能小看它啊 不是苦力怕 你倒是上呀给我 哎 它打开了 它开始打了 好 我们用苦力怕啊 让苦力怕来解决它 哎 它又倒下了 可以啊 兄弟们 这个尸壳并不厉害啊 相比其他的变形生物 这个变形尸壳是比较轻松的 哦 这伤害 哎 还是挺高的 哇 这边的僵尸有好多呀 我们运回一下啊 等待我们的苦力怕干它 哎 什么东西啊 哎 哇 哇 哇 当当当当当当当的哥 哇 这边还有一个变形尸壳 看到没有 哎 别啊哥 苦力 哎 兄弟们 我的小苦力怕在天上 看到没有 完了 我的苦力怕应该没了 我的闪电苦力怕又没了 兄弟们 尸壳好像也刷新了 啊 难受呀 马飞 哎 我的苦力怕尸体在这边 哎呦 气死我了 我刚才还有没有变形尸壳啊 我想打败它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稀有掉落物 来这边转一下啊 这边应该是我们刚才打的一个战场 完了 兄弟们 变形尸壳好像也找不到了 哎 兄弟们 天快亮了啊 我在这边又发进一只 来来来来 我把它干掉啊 希望有些好点的稀有掉落物 哎 我们离远一点 用弓箭射它 这次我们学的聪明一点 不要距离它过境 近战的话我们可能打不过它 但是我们在远处 拉弓射箭 哎 应该是可以把它干掉的 来来来 干它 哎 它不动啊 兄弟们 那好 一直把它解决就好了 来 哎 它好像没了啊 兄弟们 不知道还会不会复活啊 非常可惜啊 兄弟们 如果我们现在有那个水滴武器的话 我们直接用这个水滴解决它 哎 它好像没了 哎 哎 有掉落物 等会啊 有绿色的东西 看一下这什么东西啊 兄弟们 这什么呀 这好像是一个弹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配方 哎 没有配方啊 兄弟们 这个东西难道不能制作什么东西吗 我确定啊 兄弟们 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配方的 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有知道的同学可以和南瓜说一下啊 哈喽 兄弟们 我们话不多说先回家 把这个水滴附下磨 哎 这边有个村庄啊 兄弟们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停一下 我们家里面的食物已经吃光了 在这边拿一些干草块啊 哎 干草块呢 难道说这个村庄我来过吗 那应该是来过了啊 兄弟们 没有干草块 那就算了吧 我们回家 哎呦 可惜了呀 我的闪电苦力怕没了啊 好 到我们回家了啊 兄弟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可以附什么属性 耐久三 经验修补 还有个消失诅咒 那看来我们只能附一个耐久三 还有经验修补啊 我这两个附魔术 我们家里面应该是有的啊 我去找一下 这箱子里面肯定是有的 来来来 耐久三 一个经验修补 经验修补 好 经验修补也来一个 我们把它们合起来啊 现在十四级经验可能不够啊 来试一下 来 哎 走错了 童儿 这边 三级经验换一下 二级可以附一下 再附在水滴上边 哎 好的 我们可以附啊 耐久三 经验修补的水滴已经就位 那接下来的话 需要给它修补一下耐久啊 看一下我们的箱子里边 还有没有木头啊 用木头和制剑师换些绿宝石就可以了 哦 没有木头 那没有木头的话 我们就去和村民借一些吧 我们隔壁村庄有很多 又粗又黑又大的木头啊 好的 好的 我来了 兄弟们 来这边砍些木头啊 这边的木头有很多 这么多木头应该够用了吧 我们回家 换一些绿宝石 把木头分解为木板 然后呢 再把木板分解为木棍 咱们就可以和这个制剑师来换绿宝石了 OK 开始吧 最多三个制剑师啊 我觉得应该就可以把这个水滴修复好 来来来 一直换 好 那就已经满了啊 我们去体验一下这把武器 哇 这个武器我真的是特别喜欢 我们看一下哪边有更多的动物啊 这个东西 我觉得特别像把水枪啊 大家看到没有 很像把水枪啊 这边有个村民啊 我们先用这个村民来试一下 先看一下伤害 打了一下啊 看一下 好 五滴血没有了 再来一下它就没了 再来一下 好 这两个村民为什么在颤抖啊 兄弟们 它在看什么 这一次我们这个雨滴武器有剑修补还有耐久三啊 我们来放肆地体验一下 话说这边为什么有两个行走的洋土呀 哎 有没有流浪伤人呢 来来来来来 爽一下爽一下兄弟们 哇 这个击退是真的牛呀 哇 太爽了 哇兄弟们 这个雨滴真的是一个宝贝武器呀 哇 伤害而且很高 它有一个击退效果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联发啊兄弟们 它联发伤害特别高 而且现在这个金啊 修补的也很快 哎 直接一下 轻轻地点一下 这个生命就没了 我觉得这感觉特别爽 来 点一下 轻轻地 哎 好 它没了 哎 好了兄弟们 我们现在有这个雨滴武器之后 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还有很多没有解决到变异生物啊 下期的话我们尽量地去收集一些食物吧 因为我们家里边的食物已经用光了 我们去找一些村庄什么的 那好了 兄弟们 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